現在已經有超過八千個 是純堅韌的大專業校的老師了 因為這些所謂的純堅韌 也就是說他在其他地方 沒有任何專任的職權 他唯一的收入就是來自於監客的終點費 可是長期以來 我們兼任的終點費 16年來沒有調漲 因此我們在去年的八九月份 我們已經提出了一次訴求 要求第一個 要把16年來沒有調漲的比例 要調回來 根據基本工資的調補 這16年來已經調了21% 第二 本來有很多的學校 事實上大部分的學校 都是用一個學期5.5個月 作為這個終點費的計算 可是呢 越到後來就越變成4.5個月了 可是實際上 我們除了18週也就是4.5個月 在教書的過程之外 前置後置 包括備課 準備資料 事後的批改作業成績等等 這些都是付出勞動的 所以我們要求重新回復5.5個月 那第三 年終獎金 一直以來 是伴隨著薪資的一部分 那既然 你有支付薪資 年終獎金 我們要求的是按比例 也要回復 那最後一個訴求 是要求 教育部要對高教工會所提出來的東西進行回應 今天不是來講航股 而是來考驗玩家 我們需要徵實 同在身 一個接任老師的資訊成績 謝謝大家 接任老師 他有學校給予的學術 津貼補助 但是接任老師 他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勞動薪資 就是終點費 而且這個勞動薪資 實際上是16年前的勞動薪資 都沒有改變 那麼所以我們要求就是說 如果為了要 為了要提升教學的品質 以及應該給予我們應有的公正的話 教育部或者行政院 應該要正視我們薪資低廉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今天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 這個崩壞的問題 不只有在專任的問題上 不只有在學校 就是所謂的 這個被教育部認定要退場那些學校裡面 而是在普遍的所有高等教育的大學裡面 都會發生 用非常低廉的價格 沒有調過任何的薪資 今天 是堅任老師的第一步 要求一個最基本的勞動保障 這個基本的勞動保障 同時也是為了學生的受教權 我們事實上之前提出了4545.5的這個回應 可是事實上 可是事實上呢 到目前為止 教育部只回應 也就是一個 堅任的學生的公平 有一點事實上 有關於這個各學區的這個4跟5個月 比較到一個很嚴重的理由 以及民工獎金 還有這個經濟 提出來的研究情緒 不過 然後啊 其他上次的 我們可以有 這份我們有既定的處理方式來處理 聽說教育部已經送了兩三個 送進去行政院兩三個了 我想我不用意在這裡處理相關的這個問題 因為各位的訴求總是 相關會議會叫監燈老師參與嗎 監燈老師今天來到行政院成績 結果你弄本訴訟了 你做了什麼東西 我現在就是基本上你們的訴求 我還是要依照行政院相關的這個程序 來處理你們的訴求我們聽到了 所以我們會做後續的報告一下 權益不打折 專任兼任同工同仇 專任兼任同工同仇 權益不打折 財益不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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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任兼任同工同仇 專任兼任同工同仇 我要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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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